如果家中有65岁年长者错过联邦红蓝卡申请的期限 该怎么处理罚款问题呢 东山新闻特别联手华新保险 尤其应建保规划师为观众朋友做专业解答 如果您错过65岁生日前后三个月去申请红蓝卡的话 什么时候可以补办呢 A. 永远不能补办 B. 隔一年的生日 C. 开放转换期10月15到12月7号 D. 1月1号到3月31号 正确答案是D哦 1月1号到3月31号 在美国65岁的长辈 如果你要有健康保险 你必须要申请你的红蓝卡 除非你有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那什么时候申请红蓝卡呢 红蓝卡是在你65岁生日前三个月开始到设安局申请 那最晚最晚是生日后三个月 如果您真的是错过了这个时间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再补办期 就是1月1号到3月31号的时候去做申请 生肖日将会是7月1号 那我知道说很多长辈呢 在65岁退休啦 他们就觉得说 我想要出去外面玩 那可能要去旅行 这段时间可能没有办法回来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可以跟社会安全局去申请说 因为我不在 所以要免除掉我的罚款呢 那答案是不可以的 所以长辈们 如果说你将要65岁的时候 一定要回来报到 准时申请你的红蓝卡 那真的真的没有办法回来的话 1月1号到3月31号 补办期也要回来 那当然不要拖太久 因为他这个罚款是终身罚款 而且他是根据时间性的 如果说你从65岁到你申请的这一天 那时间拖越久 你的罚款金额是会越来越大 好 稳站加州亚裔市场当中 规模最大的全方位保险经纪公司 华兴保险华兴志多新系列报导 下一集将继续探讨健康保险 也欢迎观众朋友锁定